讲到孙宇玄先生 其实我想我们的看法都会有一致的几点 第一点就是孙宇玄先生他非常的连接 非常的清廉 生活过得非常的刻苦 第二点就是说孙宇玄先生 他在带领整个团队的时候 他是鼓励很多的人才能够进到团队 他对所有团队的人是非常尊重 也就是他非常尊重的专业 第三个就是说 那个时候是在台湾生活非常困苦的时候 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的时候 他有许多的政策是非常正确 所以我想留给大家的 其实到现在心目中 我心里面最大最大的印象就是说 他走了之后他的家人生活是很困苦的 那从这里我去看 就看一个政治人物 我觉得政治人物最重要的不是在说 我有多大的能力多好的能力 而是在于说 我怎么样跟人家好好相处 我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政治的风气 我现在看到民进党所有的作风 坦白讲民进党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叫倒心逆思 我觉得蔡英文有点像桑咒一样 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去迫害别人的 所有的制度都破坏了 各位你如果仔细去想想看 军工教警销的这些所有的公务人员 他的福利不止 但最主要是他的士气全部没有了 那你现在的司法的制度 大家还会相信民进党不会操控司法的制度吗 那监察院监察院完蛋了 大家看真是政治打手监察院 那你再看立法院更好笑了 现在立法院是绝对的多数 但是民进党所有立的法都是绝对的违宪 绝对的违法 绝对的违反民主 是不是 是啊 那蔡英文可以这样去做 然后现在还有其他的外力也介入了 外力也介入 要协助蔡英文来打这个选举 所以蔡英文可不可怕 蔡英文非常可怕 蔡英文是一个极端可怕的一个竞选的对手 而且不要忘记 他还有像苏贞昌 陈其迈这些的政府里面的人 加上他中央党部所有的人 这样整体的去运作 他们所有的志愿也用不完 他们也敢用公家的资源来帮他们辅选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就是逮到机会就开两枪 机会是你们制造给我的 柯文哲说我都没有做什么事 我就可以这样 对啊 柯文哲不但在选总统事情上面 没做什么事 只动动嘴皮 但是他在台北市市政 他也没做什么事 他的民调还是这么高 所以年轻人选票他还是很多 我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回头来想一想 国民党的选举到底在打什么 打韩 打什么 打韩 我自己也在参选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习归为打兵是已经形成了 第二个就是说破了许多我们党里面的规章 让有些人都可以进来参选 大家都尊重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国民党这所有的参选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坐下来谈 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聊 各位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误会产生了 已经有很多的公结的事情产生了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再坐下来好好谈 各位 我现在不要看每一个参选人去讲什么 你讲你的话我都不会相信 因为连这么小的几位 我们自己在党里面能够可以参选的同志 都没有办法坐下来尊重到对方 跟对方能够好好的尊重 然后好好的去谈 也欣赏对方的优点 那反而现在在这里 变成了国民党 让所有的支持者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们再打下去 党内护导再打下去 分裂以后我们还有什么信心 所以我觉得强敌环市 然后我们自己这个力量 能够怎么样团结起来 我看到这个民调我坦白说了 你看看这个所有的民调 我也不要说谁赢谁输 尤其在国民党我不想讲谁赢谁输 只有在证明一件事情里面 里面有绝对的支持的这个百分比 是支持蓝的人 支持来打败蔡英文的人 各位要千万想清楚这件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大家还是这样吵吵闹闹 我们支持者就会伤心 就会慢慢慢慢减少 我再要讲的就是民进党 所有的选举招式已经准备好了 各位 他今天打韩打锅打所有的人 他的招式全部准备好了 这是民进党的一个高层说出来的 打韩还有 我还可以告诉你 下局我可以告诉你人民 现在早已经准备好了 韩的东西早已经准备好了 锅的东西也准备好了 所有这些人都准备好了 各位要晓得你们将来面对的 需不需要所有的团队 大家一起帮你来防卫 帮你一起来进攻 需要 现在就是应该大家好好坐下来 好好来谈 好好沟通 好好增进感情 好好消弭误会 不要再去攻击对手 国民党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团结 因为民进党这个对手太可怕了 不要让我们的支持者 不要让所有的国民认为 这么样腐败 这么样伪计犯法乱来胡来 破坏民主的民进党 蔡英文还能够再继续当选 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到这个目标